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今天早上教会有一个很喜乐的婚礼 新郎官是我认识很久的家庭了 这个新郎官跟我的儿子一起长大 一起上儿童主日学的 所以跟他的父母是老朋友了 那么老朋友的孩子结婚 当然是喜上加喜 非常快乐 整个婚礼也非常的喜乐 我在当中跟新人勉励 也充满了快乐 看见下一代的成长 不过下午呢 就有一个商礼 你看我现在穿这个衣服就知道了 刚刚追思礼拜结束 这位安息祖怀的姐妹 年纪不高 在一个疾病中去世 早上是婚礼 几个小时之后是商礼 这个对一个牧者而言 也需要调整一下心情 换一套衣服 换一条领带很容易 心情的转换 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老朋友就是这个 婚礼的主婚人 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婚礼完他说要请我吃饭 我说下午还有个商礼 我需要调整一下心情 而且是一个很特别的商礼 突然间去世的一位中年妈妈 两个孩子 还在读小学的年龄 那么这两个特别的遭遇 连在一起 就让我想起传道书第七章 有一段经文 可能有了这种经历 会帮助我们更容易了解的 跟你分享一下 传道书第七章 第二到第四节 他这样讲 好 往朝商的家去 强如往厌乐的家去 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往朝商的家去 扮伤事的家 比去厌乐的家更好 为什么会更好呢 我今天特别体验 当你看见 扮伤事的家庭 伤事的家庭 特别的今天下午这个伤事 是一个更是令人 伤心的伤事 我看到安息祖怀的这位姐妹 连老的妈妈 多么的不舍 来参加商礼的人 很多是她的同事 大家都 这个安息礼拜结束之后 好多人都留在现场 往朝商的家去 强如往厌乐的家去 因为在这种场合 会让人更加思考生命的意义 是吧 下面一节更有意思 他说 七章第三节 忧愁强如喜笑 因为面带愁容 终必使心喜乐 哇 喜乐是从愁容中演变出来的 第四节说 世慧人的心在朝商之家 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请注意 他不是说 在快乐的家庭的人愚昧 不是这个意思 是 假如一个人的心情 关注点 只关注快乐的事的话 那么这样的人就失去很多 思考人生意义的机会 所以他是愚昧的人 就是这个意思 愚昧人的心 只关注快乐的事 但是 智慧人的心 会关注 遭伤之家 就是在办伤事的家庭 或者广义的就是在困难中的家庭 有两个多钟头 包括我要休息吃饭 只有两个多钟头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 我更体会传道书 这段话 求主恩待我们 假如我们现在 心中快乐 感谢主啊 我没有说 我们不要快乐 不过 在快乐之中 应该更沉静的来思考 我神的恩典 对吧 假如 现在你处在一个 忧伤的过程中 也可以沉静下来 求主光照 让我们从忧伤中 走到喜乐的过程 而这个转变呢 就让我们对人生有更深切的体悟了 求主引导 那么 我们也当然为 犯伤事的家庭祷告 你这么年轻就去世的妈妈 两个孩子 这个老妈妈还 还在悲伤之中 我们求主 为他们预备一切 带领这个家庭 走出悲伤的情怀 得到主所赐的永恒的盼望和喜乐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我们一方面为 今天结婚的新郎新娘祝福 为两方办喜事的家族 一同喜乐 愿主赐福新郎新娘 和他们以后的家庭 我们更是为今天办伤事的家庭祷告 这么年轻就 安息主怀的一位妈妈 我们恳求主带领保守 更是带领她的两个女儿 能够在主的恩典中继续成长 在弟兄姐妹的爱中 得着主恩的滋润 带领上偶的先生 还有其他失去亲人的家人 特别失去女儿的这位老妈妈 还有她的父亲 愿主引导 在悲伤之余 让他们想到 原来人生深刻的一面 那就是神将永生放在我们的心中 使我们有永恒的意恋 更是透过耶稣基督有永恒的盼望 愿主带领我们每一位 也从这些事情里面 在深入的思考 更恳求主照着你的应许 让我们走过死因幽谷之后 就得着喜乐的心 经历你为我们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 我们的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 谢谢主奇妙的恩典 愿主继续安慰我们 也带领我们今晚有美好的休息 祷告奉耶稣的你 Amen 愿主透过圣经的话语 使我们人生更有智慧 也是预备我们的心 明天是主日崇拜 让我们回到神的家中 或者在线上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主 愿神赐福给你 广安 感谢观看